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6月12日 中国大胜马尔代夫 周六凌晨 世界杯亚州区外围赛分组赛继续展开争夺 中国对阵马尔代夫 由于双方整体实力存在差距 中国一开始就压住对手强攻 最终兵不血刃的以5比0大胜马尔代夫 同时是新帅李铁上任的11连胜 而最后一轮分组赛 中国将对阵已经出现的叙利亚 只要取胜就能确保出现 比赛开始 5分钟 于大宝中场右侧送出长船 底线附近 吴磊跟进得球送出船中 后点刘彬彬无人盯防的情况下 把球一停 随后他一记凌空抽射洞穿球门 中国1比0马尔代夫 15分钟 郝俊敏进区外45度角 送出船中 吴磊进区中路 投堆攻门击中立柱后 弹出底线 19分钟 张玉宁和阿兰打出配合 阿兰进区内一脚抽射 张玉宁补射破门 但球正名上 越位在先入球无效 30分钟 张玉宁前场中路送出直船 吴磊插上烫过门 将后轻松射空门得手 中国2比0马尔代夫 45分钟 中国角球机会 于大宝进区中路 投堆攻门击到对方后卫身上出底线 板场比赛结束 中国领先2比0进入更衣室 一边再站 下半场开场不到一分钟 李磊送出直船 刘彬彬跟进江球扫向门前 张玉宁跟进强点被后卫先挡出底线 57分钟 刘彬彬前场右路一角四船 四射江球扫向门前 门将江球拿到 67分钟 李磊左路船中 阿兰投堆攻门被扑出 进区右侧的尹红博德球横传 阿兰推射终于江球射入 中国3比0马尔代夫 69分钟 郝俊敏前场抢得皮球 张玉宁进区前沿得球以后 晃开防守起脚 远射江球射入 中国4比0马尔代夫 80分钟 尹红博右路落底送出挑船 进区中路 弹龙身边无人看防的情况下 轻松投堆破门 中国5比0马尔代夫 86分钟 中国脚球开出 张玉宁进区中路 投堆攻门被挡出底线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中国以5比0大胜马尔代夫 你正在收听的是 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